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又来念河江名单 听到哈 第一个 西江区的代号 第二个 渝中区的远贵府 第三个 沙平八区 郑吉县 三位朋友 恭喜恭喜中江了 说到河江名单之后 我们的农门证就正式开始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摆的是 中县的农门证 是中县的朋友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材料 我们编导 编号之后 今天我就讲给大家听 中县最出名的就是石宝寨 那么大家都晓得 石宝寨有名叫羽衣营山 它不仅仅是贵家级文物包袱单位 而且还是贵家实际旅游京区 还比列为了世界八大七亿建筑之一 那么从丰都归城 顺江东下 大游经过一百公里之后 在长江的北岸中县石宝寨的中心 就看得到一堂南北洲巷 古风霸地 石棉如雪的巨大石山 它的南面一山建得有威武雄装送入云霄的一个十二层楼的红色塌楼 那么这个红色塌楼比予为江上民族的石宝寨 石宝寨 鉴于明朝万历年间 居现在十倍多年的历史了 整个山寨是由菊氏 红色塌楼 山顶苗玉 三个部阵诸臣 那么寨楼一山二建 飞燕战役 极为壮观 锅楼有十二层 铜高 五十六米 那么寨顶有古沙天字典 宁爱建筑 苗玉 雄为高大 铺为器官 那么这个石宝寨 南北的名字 这个地方就有几个传说故事了 最开始说是这坨石头是女娃娘娘 年始不天之后留下来的一块乌柴石 于是当地的人就把它称之为叫石宝 后来明朝末年的时候农民戏降令 潭红占据了这个地方 占据了这个山寨 因此就叫石宝寨 因而它又是像羽衣一样 所以又取名叫羽衣营山 那么因为石宝寨以七天的建筑和许多有趣的传说而闻密于石 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有关石宝寨的好刷的农民证 慢慢讲给大家听一下 首先石宝寨为啥字又叫羽衣营山 传说冤故的时候 何胜祖庸跟衰胜龚公 它两个相斗 衰和相斗上 那么结果是衰胜龚公败了 然后那个龚公败下来之后 一套都撞向了不舟山 那么这个不舟山就是传说当中的秦天主 结果三十字监龙 天奔地利第一栋山药 火水 天睡 无依哈虎尾堆楼 天底全部变成了汪洋 那么人们呼叫声 乱呼的爱好声 今天懂得参不认读 那么那个苦寒声 爱好之声就惊动了吕娃娘娘 吕娃简石清醒 并采取了五岁石 就来年石或天 因为天漏了 那么吕娃娘娘就用了三万六千石背九石九块石头 终于就把天不耗了 那么天火里面的水不往下面流了 从此天空出现了星光灿烂 阴火散散 五彩云下 寻理壮观的精神 但是虽然说是天后不再往下面流了 但是一经到了地面上的那些洪水仍然是凶猛狠行 于是吕娃娘娘又沾腰处理固定大地 并且就帮助大雨疏通河道 使洪水归毁大海 带领人们上岸居住 直到人们岸居落地大地万物得以重生 然而在九州十部中的八域地区仍然洪水返庸不治 据说中州 也就是现在的中县 那个附近有一个洞院 就和大海相同的洞子里面 催省公公议员大奖 名字叫香柳 因为香柳不敢被河省大白了 就经常从洞洞里面出来 行风作浪 残海生命 得到消息之后 女娃就决心一定要除掉这个怪物 余师傅就驱除了水深带的羽影 一下子吵着那个洞洞 啪 就站起过来 嘿 那一下 羽影 就变成顺梭 就把那个香柳困到去了 余师傅就把它整在那个洞洞里面 鱼影一射就把洞洞就给它射到去了 那一下 开水再也涌不出来了 鱼影落在地上面 深耕之后就刷成了一座乌峰 一立在洞洞之上 那么这块鱼影原来是一块乌色式 是鱼蝦娘娘最好省了一块石头 它举起了《万事之经》唱天地之灵 因为不天没有缘分的就比鱼蝦所削了 就变成了像银张的那一块 就随身带到身上 而且这个鱼影上面还刻得有鱼蝦之银 腐阵曲细 五彩不天 子载出海 一共是16个子 一诗就是这块乌色式 能够为名正海 报四方百姓平平安安 那么人们为了还原鱼蝦娘娘 就把这座山 须名叫做鱼影山 那么在埃比旁边建了十层锅楼 紫上云钉 在丁丁上面又修建了一个苗玉 来祭连鱼蝦娘娘 那么说完了鱼蝦山的名称这个奈利 再给大家摆一下 那个地方为啥子又叫做死包仔 相传八仙当中 有一个仙字是一个鱼蝦 叫火仙姑 那么火仙姑有一天 云有十方 云到云到 周到周到有点累了 于是腐就停在云头上面来休息一会儿 结果他一哈都看到下起来 仙气缭绕的 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奇怪 于是腐 拨开彩云 想看一哈下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结果一看 就看到了鱼蝦山 火仙姑看到这种山峰 微物充力非常喜啊 再加上江水 有如软面面的一条沙巾一样 飘在山丘下面 四周五目长天里 好有风调雨损 真是一处仙境的雨时符 他就写下了 小鹏来三个字 花仙滩为长岛 修建坊物居住于此 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小鹏来三老 当然也是以后老百姓 给他取的一个名字 那么在山上住下来之后 河仙姑在山顶路中药草药 然后下山为老百姓指的病 还真药草给给他们 而且分文不去 因为他是沈仙儿上 拿起来也没有用的 所以老百姓非常非常伸敬他 改代他老百姓都称他为叫河仙姑 河陀陀里是一个仙姑 那么有一天河仙姑为老百姓指的病之后 放回山上 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生病的一个小鹅儿 一个人随着那个路边边 哎呀 孤苦领领的样子 早点来哼 河仙姑就走过来 看了一会儿他的病情 发现如果既是已久能够恢复 如果稍微再耽误一下 你哇哇塞 哎呀 小鸣就不包 与师傅连忙 就把那个小鹅儿带回山上 用心挑指 过了 没得好久 这个瓦儿呢 病情就开始好转了 而好 河仙姑看到了蜗儿也聪明灵灵灵灵灵灵了解她的生死 晓得她是个孤女 最后就收养了她 就跟她取了个名字 就叫死豹 那么在河仙姑的传授之间下一位 死豹姑娘也学回了种子药菜 河仙姑又传授了一些医道医术给她 那个绿娃儿后来就慢慢慢慢就跟着火仙姑一路 去为老百姓执兵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气了 四豹姑娘 由一个小绿娃儿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听听雨里的少女 跟着火仙姑为老百姓执兵的时候 那么那些老百姓听到说它叫四豹 而且是跟着去仙姑一起的 人有长得漂亮 这些老百姓执兵伟大心地有善良 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就在打起四豹姑娘的注意来了 这天火仙姑要到天上要去和八仙 就是你我的七个圣仙 他们是八个圣仙 要和那几个圣仙 回免令周的四孩火仙姑 就跟四豹姑娘交代了 在山上看屋 拿下来的一周 中周 也就是现在的中县 有一个低脾流氓 一个歪臥之人 听多说 有一个男人 就被这个我人欺负害死了 刚刚那边四豹姑娘一死 那边四豹姑娘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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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你抹倒掉 他就要那些精神把他黑倒下来了 都跑 就放一把火烧到这个展岛 他想不要让其他的神仙儿那些的随一搭 他都把他跑跑 就往山下面跑 那么火仙姑 得知四宝姑娘临时不重 比我认输害 于是父马上刚回了中州 正好遇到逃跑的我认 贺仙姑 沈香一出寿 哪还有哪只花术 一哈就把我认出尸了 然后贺仙姑就回到山上 想起久了个四宝姑娘 但是回到山上之后 一看四宝姑娘躺在血沛之中 贺仙姑非常非常地分头 最后就把四宝姑娘 划作成一个山鹰 随它一起升天而去 那么老百姓 为了祭连四宝姑娘 就把这座山取名叫做四宝 四宝山的耐力 就是那样子耐力 那么四宝山上的山寨 又是哪个一回事 那么一个寨子 着落于那个四宝幻衰的局势上面 看起来确实 规复圣工 非常奇妙 那么这个杂志 是哪个修的 为啥子 要修到这个上面呢 解答 听我慢慢办 所以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宗族 渔民 耀天董 带领 李军 起来炒饭 就在四宝山上面 安允杂战 与清兵 对抗 那么清朝政府 就派兵 来威困四宝山 长达三个月之旧 短量短税 企图捆使那些七里的军队 但是李军 丝毫不怕 因为他们得到山上 苗子里面和尚的相处 和尚 打开了山顶上的鸭子洞 李军 就靠洞之有名 悬水和雨霞 来补充使用 而且山上的李军 有十几 蒙满清军 大吵生死 山上战马失明弄 还有孤生走也不去 沙生争天 黑得那些清兵 到海爬起来了 那么当地老百姓的时候 四宝山上 有天兵天将作战 所以李军 忧虑是死的 忧虑是穿的 不得怕死 为了三个月 也为不死他们 于是乎有人 还编了一个童谣在场 又说 冤堪 沾沾平 紧堪 榜边云 莫道 山不打 雷唱 被完兵 哟哟 为他三个月 随便那个都破不到 好个四宝仔 仍是有天生一样 结果清兵的头领 听到这个国耀之后 又看到四宝山 确实进到公布侠来 威困宜军 想握使他们 心不痛 他也怀疑 可能是 更是有神仙相助了 不得法老 之号 扯兵 冲刺一号 四宝山 更是冤金问命 那么人们看到 山上的苗玉和山寨 那些仿物清洗 可见 所以大家都把四宝山上面 那些仿制 取名叫做四宝仔 那么 玉影山一号 小鹏来一号 四宝一号 四宝山一号 等等等等 慢慢慢慢 都比人们当忘了 最后大家记住的是四宝仔 好了 今天浓门人就摆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